我们来考虑极限 双变数函数的极限的话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那么我们先来看看符号 这个limit的话呢 这是xy趋近于ab 当x趋近于ab的时候 这个f of xy 这边叫做x轴 这边是y轴 那么z轴的话呢 在各位同学的眼前 z轴的话呢 f of xy指的是在一个3d的一个曲面 那么我们说假设的话呢 它的极限的话的值是l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的话呢 当xy靠近这个ab的话呢 这个值的话呢会往l来靠近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跟这一单变数函数是不太一样的地方 是单变数函数的话呢 它很简单 我们要考虑极限要存在的话呢 就考虑左极限跟右极限就好了 那今天这是双变数函数 绝对不是只有左边跟右边而已 它不是一个单的一条线 它的话呢 左边跟右边靠近 它这边的话考虑到a 趋近ab 我们要考虑的是任何的路径 你要考虑任何的路径 都要趋近于l 这个我们这才称为 这个极限是存在的 所以的话呢 双变数函数的极限的话来说 是比较难的 我们来解一下这个 两个变数的时候的极限 来我们看第一题的话呢 limitxy趋近于12 x平方加y平方这个函数的话呢 它会往哪里靠近呢 那么告诉各位同学的话呢 简单的做法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把12带进去就可以了 这个答案是多少呢 这边的话呢 1加上4等于5 直接这样算 那问题是 这个5我们是怎么得来的 各位同学如果有兴趣 要看它证明答案的话呢 那么我们后面的话呢 会有严格的极限证明 再过来的话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xy趋近于00 好那我们就把00带进去 答案就是0 这样的算法的话呢 是很简单的 那么我们的话呢 下一个例题的话呢 我们来介绍的话呢 比较不简单的例题 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三题 这个函数 当x趋近于00的时候 它的极限值是怎么样来讨论 来我们的话呢 要做到这个 往00靠近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来考虑第一个路径 来我们看一下 来下面的图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 这是x轴 这是y轴 这代表的是什么呢 这个是y是固定的 我们沿着x轴走 也就是y固定是0 那么x的话呢 这样这样子靠近 因为00是这一点 我们可以任意的走任何的路径 来看看它的答案 来我们看看第一个状况 这是第一个 来我们看看 一 这边是沿着x轴 沿着x轴就是令y等于0就对了 来我们看看这个极限是多少 来我们看看哦 我们就直接的话呢 就把y带进去变0好了 那这边的话呢 是x平方 x平方 这边的话呢 是减0 这边是加0 所以横为1 这是我们的第一种状况 我们的极限值是1 好 来我们来看看第二种状况 好 这个地方的话呢 你看哦 第二个状况是这样的哦 这个x轴就是y轴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x固定为0 我们要往00走的话呢 我们可以走 走这条线 这是x固定为0 就是沿着y轴 来我们来看看第二个 沿着y轴走 来靠近 沿着y轴的意思就是x是固定为0了 固定为0的话呢 来我们看看这个极限值啊 这个xy 这个xy 趋近于00 x是固定为0 那这边就是0 0减掉y平方 这边是0加y平方 那么各位同学看一下 y平方 对消了以后答案是-1 这个两个极限答案不一样 那么各位同学的话呢 我们应该知道这个极限值是怎么写了 这个极限怎么样呢 不存在 极限若要存在必为1 如果我们沿着不同的路径 得出了不同的答案 那么我们要说这个极限不存在 那么那这个图形到底是什么样呢 来我们等一下来介绍它的图形 让各位同学了解 我们来看看这个函数 它的3D图是什么样子 那为了要让各位同学了解 我们把这个3D图的话呢 来旋转了 让各位同学看一下它的状况 刚才的话呢 我们是沿着x轴 那么它的极限值是横为1 那是什么意思呢 沿着x轴的时候的话呢 它的高度横为1 各位同学的话呢 这个地方就是沿着x轴 那么如果沿着y轴呢 沿着y轴的话呢 横为-1 那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的极限值是-1 所以的话呢 这是一个在3D的状况之下的话呢 它的图形就变得非常的复杂了 那么对于3D的图形的话呢 我们用这个图形来表达的话呢 可能对同学来说比较会有帮助 我说是什么事呢 那么对于3D的图形 那么对于4D的图形 我们下期再见